蘋果的朋友大家好 今天很開心來到蘋果的收生單元 我第一次被收生耶 我超低調的 對耶 那這一次我們要好好 我又注重隱私 我的小秘密怎麼可以被大家發現 你知道我們今天要來挖一點秘密 好啊 會發現一些老人藥膏 或是什麼這樣 那我們今天先介紹一下 今天身上的服裝跟配件 哦 這個是那個 我今天是Frival吧 那個手環 很明顯它是個手環 然後這就是那個 耳環 鞋子是 Jimmy Chu的 這雙就是比較萬年鞋 日常絕對不會穿 一不立管好不好 它很高 我常說這個可以拿來敲椰子 就敲敲敲你可以擦吸管 或者是敲人家的 腦殼這樣 腦殼這樣 包包在這 噹噹噹噹噹 所以這是一個有點像那個牛仔褲造型的 其實已經好幾年了 但是我覺得 很耐用啊 而且也 對它的熱情也沒有消退 所以由此可見 我不是一個 今天就 嗯 對對對 你看它後面有個暗袋對不對 一拿出來 我剛剛說的老人必備 就是眼藥水 點眼藥水 好棒 還有 五百塊 所以妳說馬上不掉 妳會帶錢包 我沒有欸 我怕掉 就是什麼東西盡量能夠放在一個包裡面 最好 而且通常付錢的 不會是我 所以我只有五百塊 如果萬一我有一天被人家丟包的話 我還有五百塊坐計程車 我就這麼想 傳說中的萬能藥膏 它其實有點類似像眼藥膏那種的 所以如果妳有 嗯 有一點炎症 譬如說蚊子咬 或者是小傷口 我覺得擦這個都不錯 我還有一個叫過夜包的東西 就是如果你今天找我出去的話 我行時準備不回家 不是敵之不來 而是無憂以待之 就是Wagon傳後啊 它裡面是什麼 有一個 生態水 然後這樣的話是小分子的 它就可以當作是化妝水 對 對 還有這個 這很要緊喔 這就是刮頭的 它可以從你的太陽穴的地方 往中間刮到你的百會穴 百會穴就是你的頭頂的 正中央的頂部 很舒服耶 真的很舒服 然後你刮到你耳朵這邊的 部位的時候 它是氏丘 它是主張你的氏丘 就是你有時候你刮完 你眼睛會變得明亮 要不要先來刮一看 就這裡喔 刮刮刮刮刮 好想睡喔 然後 有沒有亮 就類似這樣 這個就是我平常看電視的時候 它是一個 賣衝光吧 我也搞不太清楚 它有三個顏色 這個 我記得綠色好像是淨化 然後 紅色好像是 膠原蛋白增生 藍色是什麼 說什麼實在 我有一點忘記的 但是就是這樣 嚕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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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配合你的保養品跟動膜 我覺得嚕完很舒服 我都隨機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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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效 不然你在擦心酸的嗎 你在擦心酸的嗎 當然希望它是有效 然後 它的成分要高貴 因為我們都希望 用最短的時間 最少的金錢 然後去達到 最有效率的保養 其實最重要的還是保濕啦 然後你不要讓那個自律神經啊 太不穩定 因為通常你如果睡前吃一些 比較高糖高油高脂 或者是像咖啡跟茶 甚至是酒精香煙 這種比較刺激性的東西 你的自律神經就會比較不穩定 你可能就得不到 比較好的休息 那所以還是讓 心境平和啊 然後很自在很健康的 迎接下一個季節的來臨 我們身處於雅熱帶 不管春夏秋冬 都要注重防曬 我一定會有那個袖套 對 袖套跟那種防曬的帽子 口罩我都是衣組的 你知道攝影棚這個燈 也會曬黑嗎 現在這個會嗎 LED LED卡的耶對不對 對啊 我們以前拍戲的時候 卸了妝喔 你臉是白的 可是你身體是黑的 可是你身體是黑的 因為你身體沒有防曬 所以我很堅持就是 要防曬 其實現在到了秋天對不對 那整個那個節氣啊 或者是它的血氣走到了肺精 所以秋天我們主要就是要把我們的肺照顧好 所以大家可以多吃一些對肺有幫助的食物 因為肺屬精嘛 所以白色的食物對肺氣是好的 不是肺氣物的肺氣喔 是肺的氣 然後肺精又煮皮毛 所以當你的肺很健康的時候 你的頭髮跟皮膚它自然就會有它的生命力跟光澤 我覺得都會讓身體比較舒服 然後也更有準備力地迎接下一個季節的來臨 多謝 謝謝 謝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